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用手机注册谷歌账号的一个方法 今天是2023年的2月2号 OK 那之前来讲的话 我也有出一起如何注册谷歌账号的方法 然后网上也有很多大神 也出过相类似的很多方法 那么对于谷歌系统更新来讲的话 它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把漏洞堵掉了以后 以前很多方法可能不能用了 可能不能用了 很多大神介绍的方法 包括更改VPN节点 更改Chrome浏览器的一个语言 包括失去位置等等 这些方法 有一些能用 有一些可能还是不能用 所以总体来讲 成功率还是蛮低的 成功率还是蛮低的 可能尝试十次来讲的话 有一次两次能成功就不错了 OK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种 就是用手机来注册谷歌账号的方法 各位看过视频后 假设想这样一个尝试的话 一定要按照步骤 仔细的 特别是很多细节方面 不能漏掉 漏掉的话都有可能注册不成功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来到这个手机 我今天还是用这个荣耀手机 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OK 首先来讲我们在设置里面 在系统和更新这个地方 那我们点这个语言和输入法 OK 这个地方语言和地区 我们做一个更改 做一个更改 把这个地区给它改成一个美国 我们给它改一个美国 OK 地区改成美国 这个语言你改不改都可以 改不改都可以 那这个地方也可以给它改一个英文 都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这个改不改都无所谓 OK 更开好了以后 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把它关掉 OK 好的 那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首先要给我们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 营造一个科学上网的环境 OK 我们成功的连上了美国的一个节点 好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节点的速度怎么样 我们用YouTube来测试一下 我们统计一下 现在速度不是很快 每秒的话1950 这个速度不是很快 每秒2000多 现在上到三兆 每秒三兆 OK 我们把这个关掉 关掉以后的话 我们打开这个Chrome浏览器 OK 打开以后 我们把浏览器设置一下 我们点设置 OK 设置这个地方语言 我们给它改一下 目前来讲的话是中文简体 OK 我们给它改成英文 改成英文 这里一个英文 美国 我们选这一个 OK 我们重启一下浏览器 好的 现在变成英文了 OK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搜索这个谷歌账号注册 我们搜索谷歌账号注册 OK 这里创建谷歌账号 我们点击一下 OK 到这一步以后的话 我们选这个个人账户这里注册 我们点一下 OK 到这一步以后的话 就是创建你的谷歌账号 那信是个名字这边 那就随便选 这边填就可以了 OK 这个名字这边 我们给它改一下 改一下 尽量跟前面的要搭配 那它后面来讲的话 就是自动的生成一个谷歌的邮箱的 一个Gmail的货席 OK 这边密码来讲的话 我们就给它设一下 设一下 就输两次 用密码的话 就是八个数字 最少八个数字字母数字和符号的组合 包括大小写 OK 说完以后 我们点下一步 OK 到这个地方的话 它要输入电话号码 OK 输入电话号码的话 我们就选一下 这一个 因为我们电话号码是中国的 我们就选一下中国 中国好像是在最后 在最后 我们把它拉到最后 OK 中国加86在这里 那这里我们就输入我们的一个电话号码 OK 输入电话号码以后的话 下面这个地方是需要一个生日的年月日 年份的话 我们也是随便输 OK 性别这边也是 我们随便输一下 OK 输完以后的话 我们点下一步 OK 这边是验证手机号码 需要发送一个另一处的验证码 要收费什么的 OK 我们点发送 好的 手机收到验证码 我们填上去 980293 确认一下不要填错了 980293 OK OK 没错 980293 那我们点验证 OK 这边是说充分利用您的电话号码 您的电话号码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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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点这个跳过 跳过 OK 这一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它的一个服务条款什么东西的 这里必须是拉到最下面 这里点我同意 OK OK 那现在这个账号就注册好了 欢迎使用杰克书221U OK 这边是要不要保存密码什么的 不管啊 你想保存就保存 不保存就不保存 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OK 那这样一个我们保存一下吧 保存一下吧 OK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 号码已经注册成功了 已经注册成功了 那么我们怎么验证 我们这个号码注册成功了 OK 我们把这个浏览器关掉啊 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 OK 我们到这个YouTube的手页 我们点这个登陆 我们点登陆 看看我们刚才这个号码 能不能成功的登陆这个YouTube OK 我们试一下啊 现在就来试一下 OK 我们下一步 那这边我们输入一下我们的密码 OK 我们下一步 我们点保存一下 OK啊 我们用这个号码成功的登陆了我们的YouTube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刚刚注册的一个号码 刚刚注册的一个号码 OK 这里是你的频道 你的什么东西啊 都有了啊 都有了 都有了 对不对 都有了 OK 那我们啊 我们随便点一个视频看一下啊 那大比方我们输一个这个4K的一个 啊 我们随便输一个啊 输一个4K的一个视频 大部分这个吧 我们点可以看一下 OK 没问题啊 正常可以打开啊 我们看看它的速度是多少 啊 啊 目前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稍微比较慢一点啊 这个节点速度比较慢一点 现在才1000 1000K 1000K啊 速度比较慢 速度慢的原因呢 大家看到是我的WiFi比较 信号比较弱啊 我的WiFi信号只有一个 信号比较弱 所以说这里啊 现在勉强上了3000啊 3000K 也就是每秒三兆的一个速度 速度比较慢 但是说呢 证明这个账号是完全没问题啊 没问题 完全是可以用的 用账号密码可以登陆这个YouTube 没问题 OK 今天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呢 就是如何在手机上 通过更改手机的一个地区 包括这个YouTube的一个语言 然后用这个手机号码成功的来 收到验证码来验证出处这个谷歌账号 那么到今天的2023年的2月2号啊 大家看到这个时间又下降 2月2号为止的话呢 这个办法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已经通过这个办法 注册了不少账号送给朋友了 所以说各位小伙伴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来试一下啊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 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